我感觉就是考题有点小难 然后最初就是我们考完试以后 有很多人来给我们送花 这些感觉很好 我考完之后和尚比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自己12年的寒窗苦读 然后终于结束 我觉得自己内心非常的欣慰 我在考场离考场结束 有五分钟的时候 就在想我做了18年 从小学到高中一路以来 其实也算经历了破洞磨难 然后但是最后反而在收卷的时候 我的心是比较的平静的 高考完之后的感受就是非常的轻松 感觉12年的学习成果得到了算收获吧 君子红一 我们以后还有更高的理想去追求 疫情的话就是解封之后能到各地去看看 然后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吧 我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想去看看我的奶奶 然后想去好好放松放松自己 少年心向乌托邦 心中明朗自前方 很感谢高考给我带来的经历吧 好像是了 我想的是跟我爸妈妈好吃一顿饭 然后今天是我妈的生日 也祝我妈生日快乐 希望所有的考生的话能够先暂时忘掉这两天 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 不论是这个数学去愿跟李宗宣有多难 但是能够先放一放 然后去认真去跟家庭去陪陪自己的父母 跟自己家人聚一聚 这个高考虽然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以后我们也会有更高的目标 更远的方向 然后希望我们以后都能越来越好吧 祝天下的考生都能有更好的未来 也祝愿就是全国的学子们 然后都可以在和平的那一刻 有战士收窍般的荣誉 即使我们以后也会 还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磨难 但是没有关系 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我希望我们家的东哥 十五年来的辛苦 有一个好的答卷 希望孩子就是说 能上他心里的学校 也希望全国所有的考生 都有学可学 能达到自己的期望 孩子们都经过了 那个三年的这个苦力 到了最后的考验的时候 也没有太大的希望 就希望他发挥好每一场 就是把自己的水平 发挥出来就好了 然后开心一点 亲爱的刘晚清 还有我所有的学生们 恭喜你们顺利毕业了 愿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清澈明朗 勇还善意 希望你们在未来 一直能走在开满鲜花的大路上 走出考场以后 记得给自己说一声辛苦了 辛苦自己这些年的付出和努力 我现在祝全国的哥哥姐姐 包括我的哥哥 前程四级 金榜提名 中文字词 回来快去 小光丝 找喜玉宝 回来快去 小光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